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玉啊 你不觉得咱们这棵树有点歪了 摄友仰着头 忧心忡忡地问道 确实 肉眼可见的歪了 于是我脑子一抽 做了一个事后 想起来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地违背祖训的决定 我两脚一开 胯下一沉 双手扶着那棵小树 使劲发力 试图平靠蛮力 把树苗直接拔起来 结局就是 在摄友震耳欲聋的哈哈哈哈哈哈李悦你他妈二壁吧的笑声中 轰隆一声巨响 树苗被连根拔起 晶莹的汗水从我劳动人民红润亲切的脸颊上流下 骄傲 光荣 万籁巨迹中 我未来的男友 当时的校园采风记者大张着嘴 呆呆地注视着这一切 他手中的照相机不如使命 咔嚓一声 记录下了这光荣的一刻 当天晚上 校园的万能墙上出现了一组照片投稿 立拔山西气概式 绿化经国显英姿 自那天起 男友深深沉迷于我独特的个人魅力 对我展开了狂轰烂炸式的追求 而我也在校园墙上火了四年 汪汪 微信的提示音在安静的自习室中格外明显 我看着男友专心致志 趴着睡觉的身影 叹了口气 拿过他的手机 准备调成静音 不料 未读的消息却让我眉头一皱 17级主持部 姜可 陈轩哥哥 17级主持部 姜可 之前真的太麻烦你了 周末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哟 爱心 JPG 17级主持部 姜可 小猫 乖巧表情包JPG 男友叫陈轩 单听这两个字 很有一种霸道总裁的气质 再加上一声哥哥 立马化成了绕指柔情 这么好听的名字 可惜有个接地气的姓 马 马陈轩 我嘲笑他的名字心不心就不就 很有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气质 他不服气 姓马怎么了 有很多新潮的明星都姓马呀 我 说说 他掰着指头 马超 马梁 马志远 差点忘了 还有马三立 我 你说的这些 他都是新潮的明星吗 他泪眼您噎 马三立也不是吗 他 那内玛尔总是了吧 我 内玛尔确实 内玛尔姓马吗 我看看手中的手机 又看看憨睡的男友 默默扶到他耳边 吐气如蓝 我看你手机了哟 招呼打了 没听见是他自己理亏 我熟练地输入0424 解锁 这个密码既不是他的生日 也不是我的生日 第一次知道是 我纠结了很久 是他家里人的生日吗 还是哪一任女朋友的生日 后来终于开口问他 没想到他一脸震惊 你不知道 他 这是复联寺在中国上映的日子啊 他 这是钢铁侠的忌日啊 我 我 太伤心了 那你有没有给他摔盘 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明明顶了一张帅脸 在和我恋爱之前还是母胎单身了 我划着他和姜可的聊天记录 不看不知道 大开眼界 17级主持部姜可 陈轩哥哥 在马在马 新潮明星马三立 17级主持部姜可 我上午给我们部里买奶茶 多买了一杯 17级主持部姜可 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只有陈轩哥哥对我好 我就把奶茶放到你座位上了 新潮明星马三立 哦 谢谢你 新潮明星马三立 发起一笔转账 17级主持部姜可 哎呀 哥哥干嘛这么见外啊 吐蛇JPG 说是这么说 也没耽误他点收款 17级主持部姜可 陈轩哥哥悄悄喝哦 别让其他人看见了 17级主持部姜可 这是我和你两个人的小秘密 爱心 JPG 新潮明星马三立 我已经喝完了 就三口 新潮明星马三立 喝奶茶还得背着人 我又不是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 我 你在这表演三口一头猪呢 小绿茶欺而不舍 连续几天都在展开追击 17级主持部姜可 陈轩哥哥 我的手好痛哦 17级主持部姜可 我力气小 那天给你和我们部门买奶茶 真的好重好重 也没有人帮我 17级主持部姜可 不过没关系 我是坚强的女孩子 还是一个人提过来了 17级主持部姜可 发来一张柔光滤镜的照片 17级主持部姜可 只是手上的红痕还是好严重 唉 有时候还是会为了自己是一个人而难过 如果身边有个人能够依靠 哪怕只是陪着我走过这一段路 我也会好受很多了 看到这儿 我忍不住嘖嘖撑起 首先示弱 阐明自己的受伤的情况 紧接着 专门指出帮你和部门买奶茶 暗示自己曾经对她的付出 后面组合权势的联机 一个既柔弱又坚强 默默无语 却如出水芙蓉般清纯的女子形象 跃然纸上 最后 着重暗示了一番 自己没有男朋友的事实 惹人遐想 这谁看了不迷糊 我表面不动声色地往下滑 沙包大的拳头已经在桌子底下钻紧 没想到 新潮明星马三立 哈哈 你初中学得不咋地吧 17级主持不僵可 我 新潮明星马三立 初二物理知识啊 同一压力作用在物的表面上 受力面积越大 压强越小 压力的作用效果越不明显 新潮明星马三立 发送图片 新潮明星马三立 这是你原来提奶茶的受力分析图 新潮明星马三立 发送图片 新潮明星马三立 这是你在提手下面垫上一张卡纸的受力分析图 新潮明星马三立 上了大学 初中的东西都还回去了吧 哈哈哈哈 说真的 看聊天记录之前 我很同情我自己 甚至在几十秒时间里 脑补了一部糟糠之欺负仇记的大戏 现在 我比较同情小绿茶 小绿茶 不愧是小绿茶 在我眼里 这已经算是 把天聊爆了 他竟然还能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找他 马晨轩的耐心 肉眼可见的耗尽 每次回复都间隔一两天的时间 他竟然还不死心 十七级主持不僵可 晨轩哥哥 外面好黑呀 我胆子小 你可不可以来叫三楼接我呀 十七级主持不僵可 哥哥你最帅了 上次我还请你喝奶茶了 爱心 JPG 新潮明星马三立 发送了一个音频 新潮明星马三立 你可以听着国际歌回去 共产主义会驱散一切黑暗 与牛鬼蛇神 十七级主持不僵可 陈轩哥哥可不可以帮我修电脑啊 新潮明星马三立 我不会 十七级主持不僵可 哥哥你不是计算机系的吗 新潮明星马三立 对 你可以考我抽样序列的 机变换与离散复理液变换 DFP的关系是什么 十七主持不僵可 我吸掉手机 默默把身旁的男友咬醒 马晨轩一脸迷茫 吸了吸口水 下课了 我 没下课 我 你有没有兴趣 自己开门课 马晨轩 闹归闹 事实道理还是要讲清楚的 我把小绿茶的微信界面 摆在马晨轩面前 先解释了前因后果 为我擅自看他聊天记录道歉 然后 我详细分析了小绿茶的每一步操作 解释了半天 终于让他弄清楚了一个事实 马晨轩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喜欢我 我 我 可能 马晨轩 他对我说这些话 目的是要追我 我 有可能是追 有可能只是聊 马晨轩疑惑地摸摸下巴 为什么我感受不出来 我 你使劲感受一下 马晨轩使劲地感受了一下 马晨轩 我觉得有点猛 有点傻 有点恶心 有点晕 马晨轩 还有点饿了 中午我们去吃三楼黄焖鸡好不 我 让你小脑子动动 没让你肠胃如动 马晨轩继续追问 马晨轩 为什么他想追我 都是让我帮他干什么 难道不是 应该帮我干什么吗 我 这个学妹是不是长得楚楚可怜 说话轻言细语 行动如若柳浮风 似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马晨轩 我哪知道啊 我 你们社团聚餐的时候 不应该见过吗 马晨轩奇怪地看着我 好像我问了什么离谱的问题 我每次聚餐交五十块钱 是为了弄清楚 有几条蟹腿进了我的肚子 弄清楚雪鱼和鱿鱼哪个好吃 牛排一人先拿几块 而不是谁长了个什么样子 我 好吧 大多数男的都喜欢向自己示弱的女性 这能激起他们的保护欲 显得他们的形象愈发高大 马晨轩觉得很难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 如果他们的形象需要别人来显得高大 不是证明他们本身就很弱吗 马晨轩 难道被人偷了钱包 他们会觉得我真是太有钱了吗 马晨轩 我不喜欢这种 我就喜欢强壮的 健康的 不要水莲花 要大哥壁摊上怒放的沙葱 绿油油的 还能调凉菜 马晨轩深情地看着我 就比如你 你一顿能吃二斤酱牛肉 我就特别稀罕 我嘴角抽抽 该说他傻呢 还是实称呢 我牵起他的手 走吧 咱去码头整点黄嫩鸡 马晨轩吃着心心念念的黄嫩鸡 开心地像个二傻子 我挑起一筷子过油面塞进嘴里 浓浓的孜然与花椒味 极大刺激着味蕾 里脊肉片软滑 入口即化 洋葱和青椒饱吸了汁水 甜津津的 配上浸到十足的拉条子面 实在是最高享受 我喝了一口冰爽的酸梅汤 舒服得窥探一声 最幸福的时刻 果然是每天的饭点了 陈轩哥哥 你也在这里 惊喜的声音从天而降 把我脸上幸福的神情打断 打死了 女生穿着一件浅色的连衣裙 彩剪贴合 勾勒出细腻的腰线 她的面容清秀 脸上的妆很淡 仔细看才能发现 是用了两层像牙白加一层自然色的粉底 又很有心机的没有画外眼线 营造出了不失之粉 天生丽质的形象 可以说是很下功夫了 姜可含情默默地注视着马陈轩 马陈轩抬起头 马陈轩低下头 马陈轩捅了捅我 哎 这应该就是那个张可儿吧 我 你踏马问谁呢 姜可儿见他没有动作 端着餐盘 神情有些尴尬 最后 还是我于心不忍 把碗朝着里面挪了挪 示意他坐在自己对面 姜可儿把餐盘放到了我对面 人却坐到了另一侧 正对着马陈轩 甜甜地问他 陈轩哥哥 你看到我的微信了吗 怎么不回人家呀 马陈轩的唇舌 在一块巨大无比的肌肉中 艰难地挣扎 含糊糊地说 看了 和我对象一块看的 我俩还发生了好大的分歧呢 姜可儿眼睛一亮 又光速换上了惊讶的神色 微微掩住了嘴 一副为难的表情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这么想你 陈轩哥哥 我真的只是想谢谢你 你平时那么维护我 处处为我考虑 我只是想请你吃饭 答谢你的辛苦呀 怎么会有破坏你们感情的意思 说吧又转向我 秀眉青醋 泪淫于结 你就是哥哥的女朋友吧 我和哥哥 真的只是单纯的友情 他只把我当一个小妹妹照顾而已 就算姐姐不喜欢我 又怎么能不信任哥哥 如果我是哥哥的对象 一定会无条件支持他 信任他 不会轻易怀疑他的决定 泪水在他眼睫上摇摇欲坠 哥哥 我说的对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马晨轩终于咽下了那块肌肉 一脸震惊地看着姜坑 我想直截了当地拒绝你 我对象非要我婉转悠扬地拒绝你 他说你是个女孩子 脸皮薄 我说他这是性别偏见 男的的脸皮也不一定厚 就比如我 特别的敏感细腻 擅长察言观色 最不忍心的就是拒绝人 马晨轩看着他 真诚地问 所以你能快点走吗 三个人一起吃 空间太逼泽了 我偷偷瞄了一眼姜坑 他这次真的快哭了 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软软地一笑 没关系的 我吃得不多 很快就晚了 确实不多 偌大的餐盘里 就放着一小碗食堂的免费汤 姜可将勺子凑到唇边 轻轻吹了几下 小小地啜饮一口 一碗紫菜蛋花汤 吃出了顶级鱼紫酱的气质 我幸福地鼓起了掌 姜可壮若无意般 瞥了一眼我的碗 吃惊地叫了起来 姐姐 你碗里的是什么呀 什么是什么呀 马晨轩几次三番被打断进食 有点不耐烦起来 这不就是 她的目光触及到姜可的餐盘 嘴里的话戛然而止 我去 她呆呆地说 眉宇间的烦躁消失不见 她冲姜可摆摆手 神色怜悯 你不用说了 我都懂 我都不懂 她懂什么了 但马晨轩接下来的举动 让我嘴里的酸梅汤喷了出来 她悄悄向姜可示意一个方向 低声说 保障菜就在那个区域 放心 这没什么丢人的 而且 学校肯定会保护你们这些同学的隐私的 她又指了指我的碗 认真地解释 这是面 好吃的 姜可的脸 胀成了猪肝色 我努力掐着大腿 才没让自己笑出健康的驴脚 不是 是我误会了 姜可柔弱地说 原来姐姐真的是一个人吃一碗面呀 她冲马晨轩一笑 我还以为是哥哥使坏 故意欺负她呢 毕竟 怎么会有女孩子 能一个人吃下一碗面呀 她又抿了一口汤 看起来只是用汤沾湿嘴唇表皮 轻言细语 像我 每顿只喝一小碗汤 就已经很饱很饱了 马晨轩看着她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欲言又止了半天 最后还是忍不住开口 她像是怕打击到姜可 斟酌着措辞 我真的觉得 你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我就老爷走之前也这样 一天一小晚 还只能吃流食 姜可忍无可忍 我没病 马晨轩还是很犹豫 可是你都不正常了呀 姜可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赶紧眨眨眼 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知道学长你关心我了 不过我是在减肥 毕竟女生嘛 肯定要保持自己的身材 她一有所指地看了一眼我 女孩子就应该美美大 瘦一点不仅是对自己好 也是对以后男朋友的尊重 如果连最基础的身材 都不去保持 而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话 就算侥幸有了男朋友 也肯定会被对方抛弃的 毕竟 没有男人会喜欢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 万籁俱寂 我还在震惊于高等学府里 还能听到这样一番裹脚式发言时 马晨轩已经开了口 他认真的说 那你有了男朋友以后 一定要让他留辫子 姜可儿 马晨轩还要努力攒钱 买个四合院 姜可儿 马晨轩再给他娶几个满八旗的小老婆 说吧 马晨轩收拾好了我们俩人的餐盘 一边端 一边问我 下午追剧搞点什么吃吃 乳牛肉 酱肘子 鸡米花 我挽住他 今天换换口味 吃素的 马晨轩心领神会 知道了 咱买炸鱼去 马晨轩能免疫姜可儿的不断进攻 是因为他天生携带的那份耿直 父母都是科研人员 说话做事都讲求效率 喜欢直来直往 这样一份单纯的家庭氛围 造就了他善良中带有些笨拙的性格 我不讨厌这份笨拙 甚至是有些喜欢 但 我一方面向他解释着姜可儿的行为与动机 一方面却又刻意向他隐瞒了这些行为暗含的 念向我的恶意 尽管没有与很多女性接触的经历 但马晨轩尊重女性 也理所当然地认为 所有女性都会彼此尊重 我不认为他能很好地理解姜可儿的情况 更何况 我不想破坏他这份难能可贵的单纯 于是我告诉马晨轩 再遇到姜可儿 就按兵不动 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巧妙运用语言的艺术 把他的战火化于无形之间 马晨轩听进去了 事实上 姜可儿最近也确实在找机会 与他制造各种偶遇 第二天 我们在惯例的窗口排队买豆浆时 姜可儿笑音音地出现了 娃娃领上衣搭配白褶裙 方扣小皮鞋 伸出纤细漂亮的小腿 宛如一阵清新的风吹入早八点的食堂 吹散了满是浑浊的食物气息 令人眼前一亮 他站在马晨轩面前 大大方方朝他打招呼 早上号学长 又遇到你了 真巧 这一刻 我仿佛听到了周围不少男子 按搓搓磨牙的声音 感叹这个男人交了好运 气韵之子马晨轩 思索了两秒 抬起头 早上好 其实我是童 声音不大 但足以让身边的人听清 姜可儿眼角抽抽 笑容面具出现了一丝军裂 陈轩哥哥真爱说笑 我那天都看到你和姐姐在一起了 我适时从一旁探出脑袋 早上好 我是他的童妻 马陈轩严肃指正我的发言 月月 不好拿若是群体开玩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 他问 说错话了之后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我问 要说呸呸呸 然后敲木头三下 马晨轩说 我朝着虚空连呸三声 然后敲了敲马晨轩 马晨轩满意了 冲我竖起大大的拇指 然后转向姜可儿 让你见笑了 我对象比较爱乱说话 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他怎么会是同妻呢 马晨轩说 他是男的 你别不信 马晨轩看着一脸呆滞的姜可儿 认真的说 他是我老公 只不过穿着一个女人的衣服 马晨轩捅捅我 老公你说句话呀 我看了看四周 周围的人已经自动为我们化开了半径为一米的圆形空地 仿佛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亮出了黄马 我原先的计划 是让马晨轩通过语言的艺术不断拒绝姜可儿 他要么知难而退 要么活活被气死 现在 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诞生了 姜可儿很有可能觉得我们是神经病 然后和围观群众一样 对我俩退避三色 想到这里 我赶紧牵起马晨轩的手 对他说 你好 我是老公 没等到下午 设有夏夏的电话就来了 夏夏 我看见你付出了 我的照片再一次荣灯校园墙 不幸中的万幸事 身旁还有马晨轩的大脸 夏夏 听听标题 二十堂金线女老公 究竟是鸡还是铜 夏夏 虽然潜词低俗 胜在何哲押韵 满有水平 我 上面还说什么了 夏夏 为爱才野花 不如为爱长几把 我踏马 越想越气 挂断电话 我在知乎上发起提问 在网络上收到心碎言论 可以去申请补偿吗 热评第一 你抹个币 去吧 分我一半 好想狠狠把你们网线都给割了 夏夏听完了食堂事件的来龙去脉 不说是怒发冲冠 也是一份填膺 她也是新闻社的议员 知道一些内情 原来 这个江可是个惯犯 只要对方长相 家境 学业 任意一个条件尚可 她便会故意与其亲近 企图让对方败倒在自己的十六群下 特别是那些已经有对象的男性 更是她的重点攻略对象 她会故意选择当面出手 或在微信上留下一些暧昧不清的信息 就算没有引得男生的追求 也能在情侣之间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这样看来 她并不是真的喜欢马晨轩 只是想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魅力 但是 夏夏补充 你男朋友让她这么受挫 说不定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 这话说得没错 有个词叫沉默成本 江可这阵子天天在马晨轩身上碰壁 却越挫越勇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而且 我隐隐感觉 她在憋着大招 大招来得比我想象中还快 没过几天 江可在新闻社的大群中 就发出邀约 请全社的人周末一起去唱K 为她庆生 大家都会来 哥哥也一定要来哦 微信语音里 她的声音俏皮的上扬 显得甜美可爱 我拦下了马晨轩回绝的手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比起一直忍受被她打扰的生活 不如当面说清 当断则断的好 早就应该这样 下下也支持我的决定 老话说得好 苍蝇钉不死人 她隔应人 你可是倒拔垂扬柳的经国英雄 怎么能一直窃场一个小小的绿茶 老话说得好 小树不修不植溜 人不修理跟啾啾 老话说得好 打铁的要自己把钱 种地的要自己下田 老话说得好 我忍无可忍打断她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别管这么多 下下摇头晃脑 还是想想 周末穿什么衣服 化什么妆 别在气势上输给她 除此之外 我不信她能翻出什么花来 我俩相视一笑 说真的 我心中并没有对这次聚会 有多少敬畏 在这种事情中 只要被勾引的一方自己给力 以及情侣双方彼此信任 那么无论对面使出什么手段 也动摇不了情感的根基 但我们都忘了一句老话 大义失荆州 骄傲失接亭 这是我看着姜壳倒下去的身影时 脑中最后一个念头 KTV的采光绚烂 桌子上已摆满了各色零食与软饮 十寸蛋糕 发出甜甜的奶香味 姜壳一改往日淡色细的装扮 一身无袖红裙 衬得她肤白如雪 裙摆蓬蓬的设计 没有改变她往日甜美可人的形象 反而因为艳色贫增了一份妩媚 浓密的乌发间插着一枚小小的皇冠 乍一看真的有几分小公主的味儿 她是个十分聪明的女孩 KTV浓重的灯光下 再轻力的淡色也会显得沉重凝滞 而一身红裙毫不吃色 反而如含苞待放的玫瑰 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她还特地选择了亮片戏的眼妆 闪闪动人 家人在看到我们入场时 眼前一亮 小跑着迎来 陈轩哥哥 你真的来了 我好高兴 她惊喜地捂住嘴 看着马陈轩手中的纸带 这是送给我的吗 嗯 马陈轩把纸带递给她 祝你生日快乐 张可儿 她补充 下下笑出的马 叫在喉咙里急刹车 我得努力掐着手背 才能勉强不堕落到和她一样 马陈轩明显意识到了事情不对 赶紧改口 不是 蒋 杨可 这是个竞猜节目吗 陈轩哥哥真爱开玩笑 将可儿努力维持着面部表情 打开了纸带 你送了可儿什么呀 里面是一本计算机基础实践 希望你能通过它获得更多知识 有朝一日实现自己修电脑 马陈轩真诚地说 我如果是她 现在就会把书摔你男朋友脸上 下下和我摇耳朵 江可儿不愧是江可儿 眼睛一转 不紧不摔 还一边接过纸带 一边称怪地嘟起嘴唇 哥哥真讨厌 选这样的礼物欺负人家 不过哥哥是男孩子 不会给女生挑礼物很正常 原谅你啦 她笑着转向一旁的我 姐姐的礼物肯定比她的好多了 姐姐 你送可儿什么呀 已经有不少人看向我们这边 我干脆把话挑明了说 我是陪男朋友过来的 之前没有和你怎么说过话 不知道这次聚会 大家都要准备礼物 不好意思 祝你生日快乐 在众人越聚越多的视线中 江可儿的嘴角微不可查地勾了一下 然后迅速抬起头 急切地说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算姐姐觉得不认识我 我也已经把姐姐当做很好的朋友了 今天是我期待了很久的生日 就算姐姐什么也没出 我 她出了 马晨轩说 众人的目光聚集到马晨轩身上 马晨轩拉过我的手 声音铿锵有力 她出场 一片死寂 几十秒过后 下下默默探头 我出席 马晨轩问江可儿 我们能进去吗 马晨轩对江可儿的放行挺不满意 在角落里嘟嘟囔囔 我以为他会把你们赶出来 然后我也就顺势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大度的人 马晨轩说 李约更大度 下下插嘴 我要是知道有个人这么说话 万水千山也得赶去把他掐死 而他 不仅没掐死你 还把你放到身边 和你谈恋爱 马晨轩感激地看着我 月月 你真的好大度 下下贴着我的耳朵 悄悄说 你男朋友也太直肠子了吧 我 自信一点 他是二B 也许是我们几个的小动作太过热闹 江可尔静止向这边走过来 却不是冲着马晨轩 而是对我 学姐 可以聊一下吗 他微微一笑 你有什么要聊的 我们一起呗 下下警惕地站起身 被我拦住了 好啊 我看着江可尔 我早已决定 在今天了结这件事了 江可尔将我带到门外 没有绕圈子 直接摊牌 我看上你男朋友了 你退出吧 纵使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是因为他的单刀直入而诧异 接下来 你是不是该拿出五百万了 看他没动静 我只好补充 再少点也成 就知道你不愿意 江可尔没理我的话 吃笑一声 那就算了 反正他迟早是我的 他漫不经心地拨弄指甲 你那个摄友告诉你我的事了吧 那你就应该知道 对于男人 我比你了解的多太多了 一般来说 只要我勾勾手指 他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围上来 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女朋友的男人 你以为自己在男人心中有多特别吗 让我来告诉你 男人在看向感情之外的第三者时 用的不是替换法 而是加法 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 左拥右抱的快乐 更何况是对那些看上去无害的 倾慕自己的漂亮女人 我承认你男朋友是有一些特别 不然我也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 只是 就算他再特别 也不过是个男人 只要是男人 就会有男人的弱点 他上下打量 我了一眼 嘴角轻勾 姐姐 你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大美人 你原先在校园墙上的那组照片我看过 真是让人笑到大牙了 一个女生 毫不顾忌形象 做那么粗野的体力活 男人都喜欢能依附自己的 娇小玲珑的 你举着一棵树拍照 谁还敢要你 你根本不像个女人 他指出 他说的没错 我不像个女人 我点头 旋即又摇头 我也不需要像个女人 因为我就是女人 我是女人这个群体里的一部分 我不需要活得像哪个概念 这个概念被我本身的存在所定义着 我是什么样子 女人就可以是什么样子 我看着僵壳 突然觉得很悲伤 像是看着一面镜子 镜子里的人身上 带着无数长长的枷锁 江壳被我的眼神所激怒 你以为自己赢了吗 他很力地看着我 你以为你们之间的关系 坚不可摧吗 你太不了解男人了 他脸上勾起一抹奇异的微笑 如艳丽的恶枝花 徐徐绽放 我意识到了什么 但已来不及阻止 我眼睁睁看着他 向后倒去 砰 伴随着他的倒地 原本热闹的包厢顿时沉寂下来 只剩屏幕上的伴奏声空空地回荡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 KTV的门十分厚重 江壳早有预谋 刚刚后仰下了猛力 此刻身上已有多处擦伤 撑在地上的胳膊肘擦得红红的 在雪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眼 我下意识地上前想扶起他 他却像受惊的小鹿般 瑟瑟发抖地躲开我 他痛苦地喊 学姐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真的没有抢你的男朋友 我只当他是我的哥哥 只是这样 你也容不下我吗 大滴大滴的泪水 从他的睫毛下溢出 眼周的亮片 此刻也像泪光一般脆弱 如果你不喜欢我 大可以告诉我 我远离他就是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推我 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在我生日这一天 江壳试图站起身 却几次打滑 似乎是腿上的疼痛十分剧烈 最后还是周围的人不忍心 将他扶了起来 已经有人对我窃窃私语 这就是刚刚在门口 不送礼物的那个女生吧 也太过分了吧 女生之间的争风吃醋吗 真是可怕 把人摔成这样 马晨轩被刚刚一幕吓得不轻 当机的大脑才运转过来 赶忙拨开人群 跑到我身边 他攥紧我的手 温暖的体温 透过指尖传递到我身上 驱散了我周遭的寒意 他看着僵壳 皱着眉头 月月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甚至你自己不小心滑倒了 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姜可儿流着泪 默默看着他 此刻他身后围满了人 他根本无需开口 果然有人站了出来 什么误会呀 那么重的门 怎么可能是自己摔进来的 你女朋友气量也太小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非得在人家过生日的时候推他 可儿 胳膊没事吧 哎呦呦 都出血了 我看着姜可儿 他年轻美丽的面孔上挂满了泪痕 泪痕之下 扭曲的恶意像蛇一样爬行 蜿蜒 马晨轩还是看到了 这名为喜欢一词背后 潜藏的深深黑暗 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人类可以不择手段 下下推开人群 气得破口大骂 姜可儿你还要不要脸啊 明明是你自己看上月月男朋友 明知道人家是一对 还是天天骚扰他 你敢把自己微信拿出来 让大家看看你都说些什么吗 真有你的呀 想卖惨是吧 那怎么不直接摔死你呢 你怎么不给大家一个磕磕响头呢 他越说越生气 指着姜可儿的鼻子 别说是月月不可能推你 就你做的那些事 推你进黄浦江也理所应当的 也就是他不想和你计较 我要是他 早在你第一天 对我男朋友乱攀亲戚的时候 就给你俩大耳瓜子了 还轮得到你现在造次 姜可儿的小脸雪白如纸 在别人的搀扶下轻轻摇着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别说了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姜可儿 学妹 这是我第一次和你正式交流 这些天 你一直在和我男朋友制造各种偶遇 叫他哥哥 在微信上没有界限感的聊天 以各种借口约他见面 今天 你把我叫去外面 警告我离开我的男朋友 甚至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摔伤 来诬陷我退了你 你很聪明 你知道脆弱是一种武器 因为人都有联络之心 特别是在你的社员们面前 比起一个素未谋面的我 大家肯定还是更愿意相信受伤的你 我会和我的朋友离开这里 因为 即使你说一直把我当成朋友 我却无法在你这里感受到友善 等我离开之后 你可以继续你的论调 把我塑造成蛮不讲理的霸凌者 以此得到大家的联系 我深深地看着他 说 因为我不在乎这一切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我 或是你身边的人怎么想我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有我喜欢的人 我紧了紧握着马晨轩的手 和我分享友谊的人 下下在人群中冲我微笑 我有他们的信任 有他们的爱情与友情 你知道吗 这是你无法通过那些小技巧夺走的东西 你或许从别人手中抢夺了许多感情 但是没有一份会让你真正全心全意信任对方 因为当你成功窃取了某样东西 成为物品主人的时候 你就反而会开始担心起其他窃贼 你永远无法享受到信任一词颠扑不破的真理 今天是你的生日 希望它真正成为你新生的日子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继续用各种手段 争夺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别再波及其他人的生活了 更不要以自伤作为一种手段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我轻轻拉了拉下下与马晨轩 回去吧 马晨轩没动 梁九 他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我知道了 他看着我 一脸恍然大悟 他因为喜欢我 不想让我俩继续好 所以故意摔倒 想让我觉得你很坏 看见没有 下下的视线扫过一圈人 二臂都听出来了 伴奏恰到好处停了 室内无比安静 马晨轩突然放开我的手 大步走向江坑 他不会要打人吧 我吓得忘记出声 马晨轩却已站定 弯腰 鞠了个九十度的弓 对不起 他响亮地说 就连江坑的头上 都缓缓浮出一个问号 马晨轩看着他 开口 声音一如既往地真诚 我不知道我身上的什么特质 得到了你的认可 但是 既然我有某方面 得到了你的青睐 我却没有 向你传达好这件事 我的女朋友十分出彩 那么就是我的问题 我向你道歉 李月 我的女朋友 是一个优秀的人 她善良 温和 包容 喜欢做工艺 关心粮食的价格 救助小动物 她还有许许多多 我说不出来的优点 我没有办法 很好的传达 因为只有实际 接触之后 你才会知道 她有多么值得被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 却因此讨厌李月 那只能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 我做得不够好 我没有能够 让你觉得 我喜欢上了一个 非常棒的人 我向你道歉 马晨轩又向江壳 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 再一次牵起我的手 走吧 我任由他带我走出包间 鼻腔里酸酸的 我意识到一件事情 我撒谎了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不想破坏她的单纯 但扪心自问 我真正害怕的情况 是我说了之后 马晨轩会惊讶地问我 你怎么会这么想别人 她的善良像是一束光 我如飞蛾般 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她给了我明亮 我翅膀的拍动 却成为了 她灯下小小的阴影 光能让亮处更亮 也能让阴影更深 我害怕那阴影深处 倒映着我的丑陋 我骄傲地向江可儿 炫耀她给我的信任 但实际上 我没有把全部的信任给她 而面对这份人性的丑陋 她近乎赤诚地回答 让我忍不住落下眼泪 一口饭也没蹭到 不然咱买那个土渣饼去吧 马晨轩回头看见我 吓得打个阁 我去 你怎么哭了 本来只是默默流泪 她这么一说 我干脆张开嘴大哭起来 是不是哪儿疼啊 马晨轩手忙脚乱地安慰我 摸遍了全身上下的都 也没找到餐巾纸 我把她的袖子拽过来 鼻涕眼泪全抹进里面 含糊不清地说 你人怎么这么好啊 我不想过了 我要和你分手 马晨轩问 那土渣饼还吃吗 我抽抽鼻子 吃的 下下 所以你们俩人吃了五张土渣饼 下下 有没有可能你们还忘记了什么 比如说一个人留在现场的闺蜜什么的 下下 你们的爱情里没有我是吗 那次聚会之后 江可再也没有找过马晨轩 我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 我的脸躺在桌子上 捏着肚子上的肉 忧愿地看着马晨轩 我感觉 自从我和你搞对象之后 我好像胖了不少 马晨轩从包里掏出草稿本 展开 我 你在干什么 马晨轩 我准备计算一下你的体重年增长率 结合你的BMI指数 推测你还能在正常范围内维持多久 我 你应该说我一点不胖啊 没觉得我长胖啊 马晨轩 其实吧 我 呜呜 晨轩哥哥 马晨轩 你一点不胖啊 没觉得你长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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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满意足了 马晨轩却掏出一袋打包的卤猪耳 在我面前晃晃 那我一个人吃了 我踹他一脚 讨厌你 他 那分手吗 我 分 马晨轩点点头 打开袋子 那我找我的前女友吃去 我 虎谁呢 哪来的前女友啊你 还没说完 一个猪耳就塞进了我嘴里 马晨轩把袋子推到我面前 说不就是你吗